好不好吃 好 花蓮中南區農會利用在地農特產 紅糯米研發出新零嘴 紅糯米的營養價值高 阿米族人都拿來當補品 適合做甜釀酒 甜鹹糯米飯或是祭品 不過農會突發奇想與企業合作 以部落生產的紅糯米為主成分 沒有添加其他澱粉 加入黑糖 紅棗 製作出只有當地才買得到的零食 就利用在地的一個特色 結合希望說開發紅糯米多元化的去利用 所以我們就開發紅糯米乖乖的一個零嘴 香脆可口 有別於一般市售零嘴的甜度 富有健康概念 適合大人小孩 成為光復香當地獨特的產品 送禮自用兩箱儀 來訂個十箱之類的寄給朋友 你這樣一箱一箱寄過去其實還不錯 而且過年快到了 因為這個很特別 對啊 是用紅糯米做的 紅糯米是我們在地的特產 可愛的外包裝 有阿美族勇士公主 部落圖騰柱以及秀姑嵐 長紅橋的Q版卡通圖案 行銷屬於花蓮在地的健康食品 也希望透過企業結合的方式 讓在地紅糯米打入消費市場 越是新聞綜合報導 綜合報導 在地紅糯米的燈 通過